泰山离时突袭室所召开的审计委员会是违法 真的是违法吗 我们来看到底泰山发生什么事 泰山突然之间在1月17号召开了审计委员会 被媒体说是最美女董变身暴走读董 这位最美女董是谁呢 是赫赫有名的陈米勋 那陈米勋突然间突袭室在1月17号召开了审计委员会 这场委员会到底有多关键 是不是对未来泰山的胜败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呢 是的 那泰山的独立董事陈米勋小姐 在1月17号在泰山的总部召开审计委员会 跟另外一个独董杜英达先生 以两票强势通过3月16号召开临时股东会 要全面改选董事 以目前龙邦的他的持股优势来讲 预计可以入主泰山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泰山就把他的经济母 将近两成的全家的股权 就公开卖给国泰金控 蔡宏土的私人的家族的公司 叫做万保投资 所以按万保开花 那目前刚刚好 在1月17号那一天 我们的金管会他绝通过了 他说他们没有违反产金分离 所以也就正式宣告 这个交易是合华的 当然交易也完全就是已经交割完成 那也代表说 以后龙邦进入的泰山 是一个没有全家的泰山 当然现在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泰山这些人说 你陈敏兴是我力挺进入 这个当选独董的 所以本来陈敏兴应该算是公司派 那怎么挣钱倒戈呢 因为现在独董要选举 是我力挺你 你才能够拿到那么多票 变成独立董事 你怎么可以挣钱倒戈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所谓 霸王硬上功的方式 召开审计委员会呢 你这是不合伙 问题是说 冬初 人家 泰山这些人 都是肉粥 肉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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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方便说 看不到人贏了 所以现在万贪不幸了 怎么说 因为真心很厉情 外头只有加点心虚味 今天是真心很厉情吗 在今天公司也特别召开记者会控诉 他说陈敏兴你到底怎么了 我最尊敬的 郑美丽的董事长 陈敏兴你到底怎么了 陈敏兴你到底怎么了 我们当初收到消息的时候 我们还不相信说 你会想来召开 用省计委会的民意来召开 这一个临时股东会 他给我们的理由 有很多说法 有可能是黑道的 黑道的问题 有可能是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的问题 我想在座的媒体们 你们认识的人很多 你们可以去问陈敏兴董事长 你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陈敏兴你到底怎么了 刚刚这场记者会当中说 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是怎样 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马上为你视讯连线周五荣律师 周律你好 海关好 周律陈敏兴到底怎么了 他不是公司派力挺的读董吗 就是叛徒吗 陈敏兴的做法 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心寒 他在出卖全家股权的董事会 会议召开的程序当中 他是赞成的哦 他是持同意票的哦 所以他是赞成 对不起我打个岔 他是赞成泰山公司派 卖全家持股的 当初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他是赞成的 没有错 那现在他反对了吗 在这个决策上面 不仅不赞成 而且还说 诸董龙这些人怎么会说出这些话呢 他还要力挺 他本来是说他自己要去告他们 后来 那个詹董说 不要你读懂要独立一点 还是由 那个詹董是自己亲自去提告 你就可以知道当时 陈敏兴的态度 是非常支持公司派的 那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 他跟杜英达 临时就 跑到公司去说 我们要召开 审计委员会 公司就跟他讲 审计委员会召开 就类似我们监察人要召开 又类似我们董事会要召开 股东会 要七天前通知 那你们现在只有五天 不符合法律的程序 跟他讲他也不管 他就是随便念一念就说 我们就是要召开了 我们就是要 我们审计委员会召开 已经通过了 然后又要召开股东临时会 其实这个 这个程序完全不符合 法律的规定 他还是一定要这样做 这五党的差 这五党的差 就是他们召开审计委员会 那这场审计委员会 之所以那么关键 是因为可以在审计委员会的现场决定 三月十六号 要召开股东临时会 所以审计委员会 是不是合法就很关键了 那审计委员会 刚刚你有特别谈到 要召开审计委员会 有一个程序 就是你必须要通知 七天前都通知 我们要开会 要发出这个七天前通知单 那这个程序 他没有完备是吗 没有完备 那照理说 审计委员会就不合法了 对 他的审计委员会是 审计委员会召开 的程序是完全不合法的 那如果审计委员会召开不合法 以独树独国理论 那在审计委员会 所做出来的决议 就是决定 三一六要召开股东临时会 那是不是也无效 这个决议是不是也无效 对 我跟你讲 这时候很奇怪 政管会做求给 做求给那个陈敏轩 跟那个杜英达 他问他们说 你们发函 那一天的发文的内容 到底是以审计委员会的名义来召开呢 还是以你个人读懂的名义来召开 问他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陈敏轩跟杜英达又发了一个函 说没有没有 我们不是以审计委员会的名义来召开 我们是以个人读懂的名义来召开 这个根本是乱扯 你当天你就是用审计委员会的名义 去召开这个程序的 然后在这个程序完以后 因为不合法 那你又改口说 你又变成又用独立董事的方式 需要去召开 然后政管会竟然也认同的说 他是以独立董事的程序 其实程序正义一定要遵守 你到底是以审计委员会的方式来处理 还是以读懂的方式来处理 你一开始就要先决定好了 我们在法律上经常有句话叫做暗中出贡 审计委员会违法了 然后突然就改变 又用读懂的方式来召开 这样子是不行的 好 周旅 我也是法律系 我也是法律系毕业的 我知道我们法律上经常有一句用语 叫做暗中出贡 就是说你第一次刚开始 你是用什么名义召开 那就最准了 你第一时间你是审计委员会召开 就是审计委员会召开 你怎么能够后来发现是违法 叫改口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又怎么能够同意呢 这是第一个 难道主管机关帮他大开窍门吗 第二个我要问一下 审计委员会竟然可以决定 股东临时会那就是非常关键而重要的会议了 这不是普通的会议 这是很重要的会议 听说这个会议在梯厅举行 我们没有听过会议在梯厅举行 这路边也能举行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你至少要有一个正式的会议室 有完整的会议记录 那不是这样 那听说这个审计委员会的会议室在梯厅举行 当然我这是听说 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 所以周律 他们真的在梯厅举行吗 事实 事实 因为泰山跟他说 你们没有七天前召开 我们会议没有办法帮你 帮你去准备会议室 帮你去处理这些会议的流程 所有相关的程序 然后陈敏薰跟陈敏塔 就在梯厅里面就把书面的东西喊一喊 念一念 就说好 那我们这个审计委员会通过了 通过了 然后就决定说3月16号要召开临时鼓动会 这么草率 然后这么的 这么的 我觉得根本就在胡思 根本就在胡搞下课 陈敏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太离谱了 怎么可能在梯厅 拿一张纸念一念就当会议开完了 那我问一下 既然他说是用读懂的名字 那我问你是不是所有读懂都有到呢 没有 当天因为那个谁没有收到通知啊 那个另外原副的董事长 他也是读懂 他没有收到这个开 7天前没有收到开会通知 所以他当天就没有到 没有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互推主席啊 没有办法互推主席 这个程序就完全不符合 那个 那个审计委员会的程序 我个人也是读懂 我知道审计委员会召开的方式 那个根本就是不符合那样的程序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成绩委员会不符合 他们就转用读懂的方式来助理 但是读懂也读懂要召开临时股东会 那读懂也没全部都到啊 也有读懂不知道啊 而且现在在立法的空窗期 我们的立法院或者是我们的法院 最近对于读懂要个别召开 那个股东临时会都特别的限制了 除非是有公司 他应该召开不召开 然后或者是说 为了公司的利益 有非常必要的条件下才可以召开 但是你知道吗阿官 他们6月就要召开股东常会了 他们泰山今年6月 那他既然6月就要召开股东常会 又为什么需要在这个时候开这个会呢 你现在要开3月16日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因为他接下来就要开股东常会 你再急什么 如果说就差两个月多了 你有这么急的必要 一定要这么急去开这个股东临时会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性 而且他的释法性有非常大的疑虑 所以我觉得在法律上 未来这个股东常会的 股东临时会的决议 或者这个股东临时会 能不能召开得成 我觉得都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公司派已经决定 要去申请 暂时送来的假主份 不让他召开了 那就算他召开 我觉得未来也会被 这个决议也会被撤销掉 因为陈敏勋的做法 让人家觉得 有点 有点匪夷所思 你自己赞成的决议案 你自己赞成的出售股权案件 然后你现在又用这个理由 来召开股东临时会 他是以这个理由 他是以说全家卖掉 那个卖掉 泰山卖掉全家股权 这样只是不合法 然后来召开股东临时会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来 法律上有净反言原则 你不能背叛别人 你也不能背叛自己 之前所做过的承诺跟决议吧 那我觉得陈敏勋 去根本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去召开 这个股东临时会 那我问一下 那公司能不能解认他读懂的职务呢 对 就是因为其实很清楚的 我觉得泰山的做法上 对他太过宽厚了 知道他正元倒戈 知道他已经叛变了 用膝盖想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已经这么不独立的状态下 我们法律明明就有规定 可以以他不试认 已经不独立的理由 来向上海法院提起 解认独立董事的诉讼 其实他们早就该做 只是说他们 可能还念了一些旧情 以为还可以沟通 没有想到 其实陈敏轩比杜英达还要激烈 后来听说 所有在政管会所有的动作 都是陈敏轩去做的 杜英达其实 持着中立的态度 他不想介入金英权的纠纷 所以陈敏轩才是整出竞益权大戏 背后那个大boss就对了啦 就是因为杜英达不想要 介入金英权的竞争 所以诸国龙才讲办法去撤反陈敏轩 让陈敏轩来主导整个事件 周率你刚刚说 他为什么会挣钱倒戈 用膝盖想也知道 但周率你的膝盖应该比我的膝盖聪明 因为我的膝盖想不通 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会挣钱倒戈啊 诸国龙是什么样一号人物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可能对这个人物很陌生 诸国龙在古市上面非常出名 他经历一个五大案件 龙邦案 陈赤案 台寿保案 松刚案 还有自己国保的案子 五个案子都被判刑 24年 105年诉讼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案子判决确定 你就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强 而且他所有的董事 他所有的董事 都是法律系的 都是念法律的 没有一个他专业的人才 如果说他在经营上面 有专业人才的话 那你去 你说要并购别的公司 我觉得合理 可是没有 他所有的公司都是法律系 你看他并购了龙邦以后 龙邦变成怎么样 他把瑞智武营造拿下来以后 瑞智武营造变什么样子 他所有松刚 他玩完以后松刚变什么样子 只要被他试虐落的公司 几乎都紧无完肤 那他有什么能力 他就是钱多 我举个例子 他其实他最出名的案件 跟这些案件都没有关系 跟孤仲亮最有关系 孤仲亮因为他逃亡海外 就是台售保的案件 他最喜欢的就是威胁利用 为什么 台售保案件的时候 孤仲亮要并台售保 朱国龙就发现这样的状况 他也是介入 后来孤仲亮为了要让他退掉 退出 私下带给他9.9亿 就是因为这9.9亿 被认为是超空 所以 所以孤仲亮跟他 跟他妹夫 才潜逃海外 他就是要 他每次做这种事情 都是威胁利用 然后同时台售保同时的案件 他因为并购过程当中 他知道这些内线消息 他就又做内线交易 又赚了利多